雄材竟在运通 你好 欢迎收看雄材战略 今天大盘大跌200多点 那我其实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大盘目前跌到这个位置区 已经接近到一个所谓的 多头快要崩溃的时候了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行情 主力在洗盘的过程里面 它要用什么方式 其实整个行情你来看一下 洗盘的方式基本上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在那边震荡 一直震荡一直震荡 然后让融资慢慢地减下去 第二种就是破底 破底的方式让融资减出去 你看这个地方融资 你看最近这个融资一直在增加 这个融资跟这个融资 跟这个高点融资差不多 所以这个在跌什么 当然国际股市也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台股跌得比国际股市还凶 你看一下国际股市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美国那个NASDA 美国NASDA这个地方你看 它还没有到这个底点 它一直在跌没有错 它都没有到这个底点 但是你看这个台股 这个地方已经快要破底了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个融资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这个行情你要慎选股票 我昨天跟你讲的股票 你看今天大盘跌200多点 它今天还是涨 所以待会我们就来看 这个大盘在下跌过程里面 什么股票反而在这一波止跌 而且往上面涨 而且你没有受伤 待会我们来一档一档 各有来跟大家来做个印证 所以整个大盘在往下跌 基本上这个行情你看到 这个行情可能会破底 为什么要破底呢 因为它的融资没有减 所以它从而没有洗掉 它原本想说这边震荡震荡 这边震荡震荡 这个融资就慢慢减下去 但是没有想到说震荡的过程里面 融资一直进来 融资一直进来 所以它为了要让这个融资减下去 它可能用技术面 用一个破底的动作 因为技术面一破底 这个融资就杀出来了 或许你会觉得怎么那么讨厌 为什么主地大户都要杀融资 就没办法 因为大家都坐在轿上 我讲过嘛 这个市场上就如此 如果大家都坐在轿上 都不肯走 没有人要去抬轿你知道吗 包括像是你主地大户 市场上所有人 都不愿意帮别人抬轿的情况之下 它怎么涨 所以你看这个融资就知道了 这个行情可能会破这个低点 但是破这个低点的话 融资就会减 那融资一减完后 它就会反弹上去 所以整体而言还是没有脱离 这个打底形态还是没有脱离 我并不认为说这个行情会连续性的崩跌 为什么你看一下 你看这个伪创街有跌吗 我昨天跟你讲过 像这种AI股已经 我昨天的标题跟你讲 AI股已经不宜再杀跌了 所以今天不是在跌AI股 这广大有跌吗 技嘉有跌吗 如果你看这个AI股 你不会感觉到这个盘 怎么今天会跌那么重 怎么跌200多点 但是我跟你讲 这些AI股票 我认为都已经超跌了 这个地方不能再受杀低动作 所以如果你看AI股的话 你会觉得今天盘跌得慢多 你会问它跌什么 比较跟AI股没有关系 对吧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即使这个大盘 我认为它即使在破底 即使在破底 即使它给它破底杀下去了 我认为AI股再跌的空间有限 而且我认为很可能是 它利用这个 它可能利用这个假破底的方式 再利用假破底 那融资呢 因为一破底融资就会刷出来了 那市场上就会看空了 大家就会看空了 会觉得说这个行情你看破底了 对不对 跟这边一样 你看这个地方 我们不要看这里 我们不要看这里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破底 破这个低谱 破底嘛 长黑破底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破底 是破这个跌点了 是破底就大家都告诉你 这个行情完蛋了 结束死掉了 上去啊 所以再来一次啊 所以这行情可能再来一次啊 再破底大家都说死掉了 那又开始涨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跟大家讲 像这种行情 千万不要去追高杀低 尤其现在你不能乱杀低 待会我会跟大家讲 我会跟大家讲 哪些股票你不要乱杀 甚至你要逢低来做布局 好 首先来看一下 我跟大家讲的股票 在这一波这个行情里面 有没有受伤 很多人觉得说 哇 大盘跌这么惨 老师你的股票是不是崩盘了 是不是做多的都会死 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子吗 829有群联 我在830要跟你讲 那时候420 400块左右 409 400块左右 我告诉你这个假破底真穿头 对不对 我说这个会上 你看到9月15号 涨到484块钱 好 今天这几天大阪拉回 他跟着拉回 但是他拉回 拉回小幅度拉回 拉回小幅度拉回 拉回目的是要洗融资 把融资洗出来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价位在这里 上去我说不用追 等拉回再低接 那现在拉回又是机会了 我跟大家讲 这个Netflash 这快展记忆体的报价 如果你有去研究 它确实已经从谷底开始 慢慢地回升上去 所以会造就群联 从353块钱涨到480万 它这波大涨原因在什么地方 就是在反映这个东西 那你说现在低润的这个 Netflash报价 从谷底发展上去 这个结构性改变了没有 没有改变 它没有改变 所以近期这个大盘这个拉回 我认为是技术面涨多的一个 跟着大盘做个拉回 我说这种个股拉回 基本上就是要逢低布局 我认为未来还有机会再创新高 所以你看大盘拉回 我们的股票小回而已 持续的稳健获地当中 那我们再看 我昨天跟你讲什么 昨天9月20号 你看昨天这个大盘 昨天这个大盘大跌 我告诉你这两个我会上 昨天大盘不是大跌吗 那今天又大跌了 但是我告诉你 6531的APP会上去 高速运算的需求上升了 它做3D的一直堆叠技术 所以它会拉高什么 记忆体的频宽 当它拉高记忆体的频宽之后 就会更加的符合高速运算的需求 这是一个未来的什么 成长性跟未来的一个题材性 在这家公司上面 所以我告诉你 即使昨天大盘大跌 今天大盘又大跌 但是我还是告诉你 这样个我 它在这边震荡息息会上去 昨天跟你讲说 你可能不会相信 因为今天大盘又大跌 今天9月20号 昨天9月21号 是不是又上去了 对吧 所以说大盘大跌的时候 你要怎么选股 你要怎么挑股票 你跟着我一起做 我选的这些股票 在大盘大跌的时候 稳健的往上面涨 那大盘一旦止跌了 或开始要反弹了 那这些股票 又要领先创新高上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地方开始要挑战 这个前波高点 这里阵阵态又要上去了 这里阵阵阵态又要上去 因为这一根K线 你看这一根K线 这一根K线 其实它已经 这个地方就已经到前波高点了 所以它这一根黑棒 它其实就在洗盘 你看这个大盘连续这样崩跌下去 你看这个大盘一直连续这样 连续这样跌 你看这个6531 一直在往上面涨 我昨天没跟你讲说 像这种个股 你都要特别留意 为什么不跌 为什么大盘在这边跌 快要破跌了 可能明天就破跌了 那为什么我跟你讲 这些股票不会跌 而且会涨 这就是有主力大户在里面 所以它还不会跌 对不对 这不是我刚才跟你讲的吗 那接下来我跟你讲什么股票 这些股票近期 我都在节目上都一直跟你讲 看6451的讯心 我们跟你讲说 这两个有光收发模组 高速传输 我说接下来是电 接下来是光会超过电的速度 我说这两个有我看涨 鸿海付发表加持 昨天9月20号跟你讲 这叫强势整理 强势整理以后再创新高 昨天大盘跌 你看他们说昨天是没有涨 他昨天没有涨对不对 我还是告诉你 我不是看股票看涨缩涨 看跌缩跌 看跌我还是告诉你会涨 像这种是属于强势整理的股票 你看今天9月21号 今天是不是在涨 盘中最高一点冲到多少钱 冲到144块 今天盘不好跌200多点 所以他今天是小涨一块斑 但这种个股盘中 已经创新高上去了 那今天资金会盘不稳 虽然还在做一个震荡拉回 但是你看大盘大跌200多点 大盘要破底的 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跟你讲 这些股票是不是都一直在往上涨 所以你资金就要放在什么地方 我就跟大家讲说 资金你要放在那些 未来能够领先创新高的股票 这些股票我都事先告诉你了 而且昨天还在往下跌 我就告诉你这种股票 这个拉回是要逢低不举 因为它未来都会创新高 所以你看大盘跌200多点 跟它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持续赚 对不对 这些股票就光通讯的股票 除了这些股票之外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目前手上可能没有 我们讲的这些强势的股票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 如果你要赚钱 在这种行情里面 你要赚钱 你要是要买这种 未来能够创新高的股票 因为这个才是你的机会 我昨天已经跟你讲过 整个主力大户 他们操作的一个逻辑 为什么这些股票不会跌 为什么这些股票 在大盘崩跌的情况之下 它能够强势地往上涨 那表示有主力大户在里面 它不会跌 是因为主力大户没有出 主力大户如果出 它早要跌了 对不对 所以它没有出 所以它才不会跌 不但没有出 而且还在买 那为什么它在这个行情 大家觉得说 这个大盘可能要完蛋了 可能又要破底 大家觉得很害怕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主力大户不出 为什么我的股票 主力大户不出 因为它还要涨 它认为它还没有涨完 这个逻辑我希望你能够了解 所以为什么跟你讲说 我跟你讲这些股票 不是告诉你你要去买 我跟你讲过我的股票你都不要买 你用看了就好 你用看了就好 你一张都不要去买 那你看看看到最后 谁会在这个行情里面是最大的赢家 你看就好了 没有关系 反正这个大盘现在往下跌 大家都没信心嘛 对不对 大家都觉得说完蛋了完蛋了 这个盘怎么办呢 这么一直往下跌完蛋了 对吧 我说没有关系嘛 你看大盘往下跌没有关系嘛 我跟你讲我的股票会涨 我的股票在走自己的路 那等到这个大盘 如果它一破底下去 融资杀出来了 当大盘开始止跌了 因为它已经跌500点了嘛 它不可能每天跌嘛 对不对 它跌升它要反弹嘛 当这个大盘开始跌升反弹上去 开始要走另外 走另外一个打底打出来的时候 我的股票会涨更凶 但是你可能赚不到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个行情 在往下跌的时候 它已经领先抗跌了 它已经领先往上面涨了 所以大家不敢追 不敢买 会觉得说现在买这种强势股 等于在追高 还有一个担心说 买这个强势股会不会补跌 对吧 问题是你所担心的事情 难道主力大股他们都不会担心吗 你所担心的事情 难道主力大股都不知道吗 所以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包括像是我昨天有跟你讲 我说如果你手上有AI股的话 那我说AI股的话 像这个广达 昨天9月20号 昨天大跌流上一线 对不对 是不是上一线 但是我告诉你 这档歌舞不能再乱杀 这个我觉得跌差不多了 今天美国股市大跌 对不对 它开地下去 那如果说 哇美国股市跌 赶快赶快杀一杀 你杀完又拉上去了 昨天你跟你讲过了 昨天9月20号 所以我告诉你 我都事前跟你讲 要不要相信你自己决定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我的股票你一张都不要买 好你一张都不要买 你就看就好了 看到最后谁是最大的赢家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威胜 威胜这档个股 你可以发现到 它最近表现相对的强势 这个地方有跳动缺口 它也是跟AI有相关 它这波已经大跌下来了 那大跌 你看它这边一直在盘整 对不对 那这个融资最近增加 但是我认为这个融资 很可能是主力大户的融资 很可能主力大户的融资 那这个地方留意到 它如果技术面拉回 基本上这个跳动缺口 如果没有回补的话 它这里还会再上去 那我认为 我认为这个集团在做多 这个宏达店集团在做多 那你会想说 现在才9月份 怎么在讲集团做多的行情 我跟大家讲 你以为集团做多是在年底 那你以为他们要布局的时候 他们在年底才开始拉吗 他们现在就开始在布局了 那两个月以后 两个月以后在涨的时候 大家都说集团做多的行情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获利出了 这个逻辑你一定要了解 所以你就要发现到 为什么大盘在跌 这张股票跌不下去 所以我认为这张个股 是集团做多的股票 那这个领先开跑了 这是要买进逢低布局的股票 我认为这边大盘在震荡拉回的时候 正好像这种股票 拉回正好是一个布局机会 那这里都开始量跑出来 这个量都不是一般投资本朋友去买的 我认为这个量都是主力搭互进去买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震荡拉回的时候 布局未来赚它这一波创新高的股票 所以这个行情你要把握住 未来能够波段获利 未来能够买在相对的低档区 赚起波段的利益的投资朋友 利用这一段时间赶快跟我们做联系 我会陆续带你进场布局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行广告外环以后我们再回到现场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湿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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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知道让干道 安全最有道 好了 欢迎回到现场 那现在这个行情呢 有什么股票可以来留意 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光通讯的股票 像这个联军 你看他这波攻上去完以后 这里爆量上线 爆量上线洗一洗完以后呢 他在前波高原这个地方先洗一下 那洗一洗今天又创新高上去 所以光通讯的股票 基本上你要特别留意 像这种是领先上涨的股票 所以这几天如果拉回 他连二分之一都没有破的话 表示这辆各股是强势的 那后面还有上涨的空间 包括像是我跟大家讲 这个上全 我9月18号跟大家讲 你看到今天为止 大盘跌得那么惨 跟他没什么关系 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那这里我讲过这里为什么爆量 因为这里要把这边的 前波高原洗出来 所以这里会先做一个爆量 先做一个拉回 但拉回幅度不会太深 因为这里再洗一洗洗洗洗洗洗洗完以后 亮缩亮缩亮缩 从马带洗掉以后 他就有机会再攻一波 这个我都跟你讲过了 没关系你都等着看 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前顶也是 这个框通讯的股票 你看最新大盘跌 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还是持续守稳 那如果说这几天 大盘震荡不稳的情况下 他如果还是持续守稳 在这条资认链上面的话 那他就会创新高 这个就会创新高 所以框通讯的股票 你可能特别留意 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领先止连 领先上涨的迹象 尤其在大盘这么不稳的情况之下 可现在一定有一些组织大户 他们的资金在那个里面 所以他们来够相对强势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AI族群里面的 像这个金像店 金像店我跟大家讲过 如果你看我节目够久 我都跟大家讲 这是我们核心持股 如果你问我到底卖没有 我告诉你讲 我到现在还是没卖 还是没有卖 因为像股票涨多 它技术面都会做个 涨多都会拉回的 很正常 只是说它拉回 它改变它的基本面没有 如果没有改变 它只是技术面的修正 那我认为没有卖的必要性 而且它这个拉回 它已经回到 它技术面的一个支撑点了 那你看它这波震荡过程 它成功洗掉 洗出融资出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大盘融资 再拉高上去没有错 但是有些个股 它融资是往下减的 对吧 大盘融资是拉高没有错 但是有些个股它的融资 如果说这个地方 一直在往下减 一直在往下减 它纯码相对稳定化 那基本上这种个股打底 又要往上涨 所以像这种是属于 多头形态的股票 筹码相当安定 包括一样见准 见准你看散热的股票 去年赚多少钱 去年赚4.3元 今年上半年就赚2.8元 那也就是说今年一整年 一定会超过5块钱 那我认为明年会 甚至会挑战6块钱以上 那假设以6块钱以上来讲 目前股价在100出头 我认为这种个股 都没有杀低的必要性 没有杀低的必要性 这里绝对是相对低档区 你杀完在这个地方 你最近要注意啦 最近很多人跟你讲AI变BI的 你要特别注意 你如果相信他们的 你把股票卖掉杀掉 你可能最后会杀到一个 相对低档区 我不敢说这里是最低点 当然这里是相对低档 那杀完以后你可能就会后悔 因为你看很多股票也是一样 像这个齐鸿也是散热的 去年赚11块7毛钱 今年大概可以赚15块 其实你看他破300块钱的时候 我就看到外资在买了 这个地方也是不宜在杀低 这个地方你就相对低档区了 你就相对低档区了 好 你看这个双红 散热的双红 双红它的股价更特殊 它是每次一破底就拉起来 这个地方一破底就拉起来 所以像这种各股都一直在洗盘 它一直这样洗 一直这样洗 它也就成功地把融资杀出来了 把融资清出来了 像这种底部垫高的股票 你看它去年赚多少钱 去年赚14块6 今年今年应该跟去年差不多 因为它还没有正式接到AI的单子 但是以它的技术来看的话 水冷室的技术它是基本上是 它水冷室的技术 应该是市场上领先的技术 所以它明年应该会超过15块钱以上 像这种散热的股票 你看最近也在那边高资在做整理 其实都没有什么好跌的 今天大盘跌它也没跌了 像这种个股你会发现到 如果你去你每次看它跌 你把它杀掉 你马上就后悔 你就上去了 你看它跌你把它杀掉就上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 像这种融资开始在减的股票 那业绩也不错的股票 其实你是要逢低布局的 你要逢低布局 这个地方就要逢低选择这些股票 逢低布局才是最大的赢家 把握这次逢低布局的机会 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教练正跟打折笔案号 宝贝 上班累吗 好累 给你笑笑 谢谢 晚上来做运动 很夯哦 你能够吗 快去拿蛮牛 保力达蛮牛 精力充沛 等你哦 保力达蛮牛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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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同步 真心照顾 运达同步 运达同步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股公司之一 投股业 投股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 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同步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